真乖 阿芝 李渭 就说我去睡了 还没传水呢 而且烛火也没吸 一看就是醒着的啊 我不洗漱 不灭灯 就不能睡觉了 快去 不能去 都闷了一天了 也该淘淘气了 是少主啊 行 行 行 李渭 其实我就是 回去吧 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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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你没事吧 其实你没什么事 我 对不起 是我对不起你 多说了 不怪你 那你还是生气啊 我就是想冷静一下 那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期限 我这样有点难 三天 不说话 不见面 可以吗 两天想不想 不想想 好 三天就三天 来 少主下朝以后 发现侧夫人和郡主 支持未规 怕不安全 甚是着急啊 是 所以在此后门处 营营而为 苏总管 你已经抽筋了 没 没 郡主 小心抬肩 你看这时间 时间还没到呢 说好了 三日之内不说话 所以想请你准我 走不哄 这在下是茶饭不思 心神不宁 实在是懂得这一炷香的时间 所以请李大人 通了多少 一炷香 左后门 门都没有 说好了三日 查半炷香都不行 这个时候走得要挺快 就不能再坚持坚持 欲凭欲展 你们知道 尹征多么亲人吗 我让他走 他就真走了 我是去准备宵夜了 这样正好时间也到了 还可以贿赂 我是猪嘛 有吃完是猪 你不是吗 你不是猪 你怎么能是猪呢 你看这期限也到了 能否请你共进宵夜 一会儿我想吃瓜子 好 你要包满一百粒 我要一会儿去圈着 好的 我还想吃桃子 但不想自己扒皮 没问题 你还想吃什么 态度不错 谢谢 要不是因为我私心把你留下来 你早就回到稷川 过这一夫一妻 沉婚相对的日子 可像娶妻还有宴请宾客这种事情 是我走而不聊的 但但我想你保证 我会努力 直到有一天可以做主 你是我侥幸遇到的家人 所以不要 不要 我知道新川有很多问题 这是我希望去改变的 但这条路很难走 潮中之势变幻莫测 如果我有一天出了什么岔子 我希望可以保全你 把你送回家 我想留下来 陪在你身边 我知道 你要走的路很难 但既然是自己选择要做的事情 就一定要做 而且 你可以做到 我也一样啊 我也有自己想做的事情 想开酒楼 想有自己的事业 甚至会想 让新川的女子 有更多做事情的权利 试一试吧 我试试 怎么知道能不能行呢 还有 你跟我说的话 我也都知道 都明白 也知道你很无奈 我只是心里有点不太舒服 不想让自己烦躁的情绪 影响到你 所以 所以说 我们俩 冷静冷静 不过现在没事了 不要多想 吃饭吧 我不爱吃下 不能挑食 你吃啊 你吃啊 真乖 好吃 准备了酒楼的招牌菜 还请各位品鉴一下 多谢多谢 东家有心了 这是内子李卫 也是酒楼的东家 示茧 示茧 那我先走 走 之前的人民宴也是内子帮忙 这融合了九川美食 所以把这个想法延续到了 如今的九川美食会 原来是您办的呀 经过不让须眉 难怪六少主说 既待外船来时 放在此间酒楼最是不错 使者们吃了家乡的菜 心情好了 事也好谈了 是啊 你看 今天这事不就谈得 八九不离十了吗 对呀 对呀 我们敬你一杯 仰卫不必饮酒 请坐吧 我准备了一些解酒的茶 陈部员 听少主说 您呀 经常的初始末传 当真是怕了酒了 以后也请少喝 多谢 多谢 王世老 少主跟我说过 您呀 人不错 就是胃不好 所以呀 以后也少喝酒 二位有心啊 这些小事你都还记得 身体也有小事 来 咱们一茶代酒 敬二位 少主 您这位 我车里面本来就是什么 你呀 今天表现得非常好 我的不原都很喜欢你 我都快紧张死了 甚至原音先生说 就留在家中理账 肯定是故意的 还有你 早就想好了 要将我介绍 给你的不原本认识 别用郡主说了 你已经逐渐能够独当一命 提前让信任的人知道 你才是六州主府的女主 这很有必要 那你就不快传出去 被外人说 你专宠侧夫人 我要只有这样的名声 就不会有别人 再把婚礼嫁给我 可以让我吃 给上多语 你看 我又不想赢了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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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吃 来 你快尝尝 这是烟川特色马蹄糕 你尝尝这么正宗 谢谢 别客气 看看这好吃 来 尝尝 好滑呀 来 尝尝 真的太谢谢你们了 也不避着我 其实我今天来 是二少主想让我打探一下 你们经营的虚实 这才让我出来的 实在是抱歉 这有什么的呀 你千万别想那么多 你就跟他说呗 对啊 你好不容易出来一次 就他那点小心思 还便宜我们白见了你一回呢 就是啊 别怕 我们敢开门做生意 就想好了 要应付这一切了 可不是嘛 对面的铺子被人盘走了 也要做酒楼呢 这是面对面跟我们打擂台 我们都没在怕的 酒楼目前虽然还在昆髓 但我觉得只要应付过这一切 过了小半年 应该就能扭转局面了 这么久啊 你们清醒一点 这么快就能引力的酒楼 已经很罕见了 嗯 嗯 原因先生 咱们都说好了 吃饭的时候不能坦誓 你忘了 知道了 哦 对了 二少主 确实知道六少主 在这个酒楼念请各川使节 恐怕等时机成熟 他会拿此事做文章 尹征虽然要做这件事情 就免不了受别人非议 不能因为别人的闲话 就不做事了呀 谢谢你告诉我们 好家 来 梭子蟹炒年糕 也是盐川特色菜 多吃点 这菜虽然好吃 但螃蟹杏寒 不宜多食 哎呀 知道了 知道了 就是一次嘛 让好家姐姐吃开心 你们真的太厉害了 短短时日 进经营出这么大的 一栋酒楼来 但是我太没用了 我什么忙都帮不上 什么没用 你在说什么屁话 好家姐姐 你这状态可不对啊 你要遇到什么难事 跟我们大家说 我们一起解决 对 你们 比我家里的兄弟姐妹 对我更像亲人 好家姐 二少主是不是又带你不好 他怎么带你了 你告诉我们 我们帮你出头 你直接说就是 没事 我只是觉得 自己真的很没用 以前总想着 你帮着男人过日子 自作聪明 活成现在这样也是活该 来 大家别管我 扫兴了吧 快吃吧 快吃吧 来 你怎么了 没事 给我 他打你啊 王八蛋 郡主 他没打我 他 他就是推了我一下 推 推什么推 不能不能 对 对 可可你好欺负啊 真没事 我以后还得继续在他手底下讨生活 不能每次出事 你都去府里替我打出升天吧 而且我也不能连累你们呀 好家 好家 要不然你跟我们一样 逃跑吧 我 我 我能跑吗 这侧夫人跑路倒是不常见 但还是有的 男人碍于面子都不会报官 就像三少主对我们一样啊 不过 结亲妹们也没有上治理寺的急策 好家这儿 三少主碍于面子不肯报官 那二少主只能比他更深 好家姐姐 你跑吧 跑到济船去 我们两家有交情 我爹爹一定会设法庇佑你的 不行 如果这样的话 那所有的责任就都落你身上了 有什么不行的呀 难道要让我继续看着你 这样生活下去吗 只要你愿意争一口气 这责任 我单纯替你担了就是 我早就受过了那样的日子 不再想过那样的生活了 要不这样 等风头过了 你到酒楼外出 你不是会做好多花茶花露吗 还会用花枝做胭脂 等这酒楼好起来 你就放到这儿鸡卖 肯定会卖很多钱 你可以养活自己的 嗯 好家 这是我给你画的线路图 无论你是想去金船 丹船 济船 任何一个方向 都会有人愿意收留你 绝不会让你 极安一身地于二少数抗衡 天哪 谢谢你们 我真的太谢谢你们了 真的太谢谢你们了 你放心 有我们在 你别怕 人的任性是很强的 只要你愿意忘记过去 总是能做到的 那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是今天的饭菜有问题吗 我吃了挺多的 感觉没什么大碍啊 浩佳 你是不是在家里 吃坏什么东西了 没有啊 浩佳 你该不会是 难道 �恭喜二少数 侧妇人有身孕了 已经两个多月了 你说她有身孕了 是 那太医 你可能诊出 她腹中胎儿是男是女 这 自然是诊断不出来的 有罗太医 是 这几年 我只有两个数女 你若能为我产下儿子 便是府中长子 我必会重重赏你 方如 你去城北神王庙 请那个张神婆来 她断胎儿男女素有经验 少主 我认为无论是男是女 都是天赐之福 应该不必 行了 让你去你就去 你去 你要好好休息啊 过几年我再来看你 还不快去 岑夫人别担心了 岑夫人 怎么样 二少主府上的人口风也太严了 什么都不肯说 不过根据小人打听消息 多年的经验来说 没有消息就是消息 就是说 郝佳姐姐真的坏匀了 绝对呀 内务厅的补品 流水般地送到二少主府 她依惠莫如深 许事没过三个月 她还不稳 所以还不能说 这女子怀孕都是好事 测缝人要替姐妹高兴才对呀 有孩子是好事 就是这孩子来得不是时候 我有点担心郝佳姐姐 这样一来 二少主 就会把她看得更近 又有好长的日子 见不着她了 沙方的书 有 Four Different